近日有粉丝剪辑视频送给罗志祥,并称我们的故事一直未完待续,有粉丝在线圈了下罗志祥,之后罗志祥现身评论区,动情回复道,给我点时间,我会努力回到我原来的位置,因为还有你们,四月的时候,罗志祥说要发个大八卦,最后发个了八卦图,被骂了一顿,此外,罗志祥假扮清洁工人,让罗志祥现场听路人大骂他,还说自己会付出的。 如果镜头是罗志祥,你会跟他讲什么,不要再那么渣了,都还渣了什么东西的,在这里,我听到了,我对不起,我要再扶车,要再扶车,要再扶车,对,好好生活,好好生活,时间,不要那么累,好,我听到了,时间管理大师想付出,哪有这么简单,现在的劣迹,